昨晚21点38分,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布消息称,当天下午5时许,李承鹏在中关孙图书大厦进行新书签售活动时,遭到一名购书群众掌握,打人者被海淀警方带回派出所审查。 经审查,打人者姓隐,男,山东人,自称因反感作者所著新书内容,随借签名之机动手,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展开工作,警方未提及有人扔菜刀一事。 22点30分,李承鹏对记者证实,他刚在派出所就此事做完笔录准备离开,李承鹏证实了自己被打及被扔菜刀一事,他说,17时左右,他正坐着埋头给一位阿姨签书时,被人打到太阳穴位置,感觉很疼,打人者还骂了他一句汉奸。 随后打人者被保安和工作人员控制住,他则继续签售,18时左右,签售快要完时,一名男子来到他身前,从袋子里掏出红色纸袋包装好的菜刀说,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。 在被保安和工作人员拉开一米多后,该男子把菜刀扔向李承鹏,李承鹏闪开,幸亏没有扔中。 周六一乐为您整理报道。